吸引力集团代春发新东洋机构麦宽城 为回馈乡里提供了600份的物资赠送给秀林湘9个村 而24号秀林湘名代表会主席骆彦琳率领着志工们 在山寨部落进行发放 而村民们凭着领取单来领取 并感受到善心企业的爱心 24号早上来发放吸引力集团 新东洋机构提供生活物资来回馈部落 秀林湘名代表会主席陆彦琳 前秀林湘名代表会副主席林英朗 日前募集所有志工 不厌洗脑的班并达600份的物资 耗尽5个小时 而早上9点半来发放 并且召集志工来协助先前发放作业 村民们凭着领取单来领取生活物资 大家可以说是相当的感谢 这个吸引力集团的老板董事长 他在戴春发 还有新东洋机构的麦宽成 麦董事长 他这次有捐了600份给我们秀林湘 那主要的话 他是想要跟我们山站 这边的村民 因为他本身他是住南山站 他住在南山站 他14岁就到台北去工作 然后他做成衣厂 最后他有赚到钱 那赚到钱之后 他就要回馈给附近部落的 那刚好这个戴春发老板 他又是我妈妈的同学 所以这次有这个机会 让他捐一些物资 跟大家结缘 所以我们山站 每一户都会有一份这样的一个物资 那这个物资非常的丰富 那希望大家下次有看到这个戴老板来的时候 跟他打个招呼 说声谢谢 那也很感谢他 真的是回馈香里 虽然他是新城乡的 但是他对我们山站是非常非常的 算是很有缘 说真的是这样子 秀宁下面代表会主席洛艳林 前秀宁下面代表会副主席林一郎 精美村长田广珍和志工门 并且把企业的爱心决生给每一户 秀宁下面代表会主席洛艳林 也自作感谢中来表达对新铃集团 心中的爱心 散播到每个村民的心 记得综合小伙伴到